驳斥啊 听听 驳斥 驳斥 开始 刚才对方说张三有自动投案构成自首 我方不认可 虽然张三有自动投案的情节 但是并不直接构成自首 从而减轻量刑 根据刑法的第67条第一款规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的 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 但是张三在询问时有所隐瞒 包括但不限于 他是否从事过象牙运输 以及其他一些关于李四的 之间聊天的行为 与他们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有所出入 所以说并不能直接证明 张三他有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这一条 所以张三虽然有自动投案的情节 并不直接构成自首 成样 漂亮 搬回一程 可以啊 邪魅一笑 好那由控方继续发言 我方认为张三在主观上是具有故意的 张三在询问时当其被问之其是否知晓 香港的伪报木探为象牙的案件时 说其不知 但是张三和李四2020年7月2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 张三是提前就已经知晓 是不可以走私象牙的 所以极具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 在那儿 漂亮 又归零了 是不是控方赢了呀 应该不会吧 也有可能 五分了 你猜对了 下面请辩方进行驳斥 开始 下面请辩方继续发言 你好 漂亮 四号同学 我方提出一个减轻罪责的原因 即本案的涉案金额 在本案中 鉴定方把亚洲象 非洲象和蒙马象 所有的象的牙齿 共同进行计算 根据我国的规定 只有亚洲象和非洲象的走私 才构成走私珍贵物品罪 根据2020年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一罪刑事判决书认为 走私蒙马象仅构成走私普通物品罪 如果蒙马象作为走私普通货物罪 进行计算涉案金额的话 涉案金额仅为50万 但是如果按照走私珍贵物品罪 进行计算涉案金额的话 那金额将会达到3600万 因此本案中 某方要求法院 在考虑量刑时考虑这些因素 但我真的拖过了 但角度不一 角度不一样 采纳 把这个证据这个点 真的是打得透透的 下面请控方进行驳斥 开始 控方一到证据就安静 我天 那下面请控方进行发言 开始 一号 某方认为张三在主观 上具有犯罪的故意 又是打主观 其知晓走私向牙的行为为违法行为 根据张三和李四的聊天记录显示 李四在告知张三运输的货物是向牙后 在聊到从哪里入境的时候 李四说 你比较熟悉这里面的门路 你看走哪里比较好 张三回答 我一般走香港 通过这个对话 我们可以推出两层含义 第一张三默许了对于运输向牙的门路 门路这个词语可能是一种带负面意思的非法行为 其二 这表明张三并没有直接说明其之前没有运输过向牙的行为 所以张三主观上就有故意 才能 雅琪可以啊 六分 六分了 这雅琪还是反应还是在的 他关注细节 对 关注细节 所以说他会抓到这些对话当中的某一个字 好 下面请辩方进行驳斥 三号同学 行为非法行为中采取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 但是刚刚控方仅仅说门路这个词可能是说明这个中间 涉及一些非法的行为 但是在紧接着这句话之前张三还询问过 这些都是合法的 李斯回答当然合法 你在A国待过见过不少了吧 因此我们认为此处这个门路并不能认定 张三就是要找一个非法的门路来走思想牙 才呢 果然胡明昊后来居上了 死扯这已经到了细节中的细节了 下面由辩方进行发言 开始 宇童 加油 最后那位同学 我方对鉴定报告提出质疑 鉴定人在 鉴定人内栏为助理研究员 司法鉴定人申报各层级职称 需要由初级 中级 高级 所以助理研究员不一定符合 我们现在两个赛点 赛点 又是赛点 好 下面请控方驳斥 开始 好 这个点非常关键 看看他能不能驳斥以及能不能被采纳 对 好 没有 没有 又没有 好 那下面请控方进行发言 开始 一号 又是张亚琪 很优秀 好 再来一个细节 张三 主官上有犯走私 珍贵物品制品罪的故意 在主官上他是有明知的 根据2020年7月28日 张三和李四的聊天记录显示 他看记录看的是真仔细 他主抓聊天记录 当双方都知道了在香港有象牙 当双方知道了通过象牙 通过香港后 可能会被海关查处后 张三就跟李四说 你在越南和广西有没有认识的人 在此之后 李四说了句 应该有人可以来帮我们 此词帮 就是想要绕过正规的海关抽查 来达到将象牙通过非正规途径 运进国内的目的 对于李四的这句话 张三的回复是 你定下来之后可以直接告诉我 这表明张三默许了 他运送的货物是非法货物 是需要别人的帮助 才能绕过海关抽查 不被查处的 好 那这个可以採纳 好 全场最高 好 那下面请辩方驳斥 开始 三个同学 根据起诉状 本案所讨论的焦点是 是否应当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案中确实张三和李四在得知 香港海关查处了一批走私物品后 决定换口案入境 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就是 张三和李四一确认为 他的象牙和木炭都是符合 海关相关法规规定可以进口 但是由于涉及到报税 以及避税的原因 而选择更换口案 因此我方认为 张三和李四选择更换口案的行为 并不能够证明 他们有走私珍贵动物制品 这一行为的主观故意 郭敏昊也很积极 很主动 去大脸 对 这最后阶段 唯一敢站起来 在拨斥的实习生 我觉得这很不容易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